年终随末中华航空美洲地区高层人士异动 这原任处长的余智荣调返台 出任华航地勤服务处副总经理 他的职权是由欧洲地区处长李宪光接任 而日前李宪光已经抵达了洛杉矶就职 并且展开认识巧舍之旅 23号之后他专程到了东森美洲电视拜会 他说搭配华航新飞机首航洛杉矶带来的热潮 在新的一年有信心为华航在北美地区 开唱新的局面 洛杉矶国际机场迎接贵客光临 华航最新777300克机 12月1号从台北首航抵达洛杉矶 开启了北美地区的飞航服务 新飞机全新体验 豪华商务舱宽敞的座位180度完全平躺 连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下机舱坐了之后 都竖起大拇指说赞 说赞的还有内部设计发挥了宋朝美学的概念 古色古香的空中贵宾是sky lounge 到地的台湾明察让旅客都有回家的感觉 2015年华航777新飞机 纽约跟旧金山马上就跟进 那2015年的2月2号呢 我们纽约也紧接着就改777 而且班次会逐步的增加 那旧金山第三波到7月 就会开始也全部换新 daily的777 洛杉矶首航超红豆 展现华航对北美市场的重视 也是对服务华人最大的承诺 新出长总马上任由新任华航地勤副总余智陪同 参观东升美洲电视 总经理蒋宇桥热情的接待 不论是走进大型摄影棚 还是到新闻部业务各单位亲切的打招呼 拜码头也要来交朋友 未来对于媒体朋友啦 对于桥界啦 对于各社团啦 这些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那么当然我们也结成希望各桥界各媒体朋友 大家秉持的以往一直的支持花旺的这个态度 也或者是这个继续的来支持中央航空公司 广街善员搭配灵活的行销策略 李献光新冠上任展现强烈的庆途星 由于他过去曾经服务兰加州 对人事务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而展望新年 他有信心华航迎接新的契机 也献上新年的祝福 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东升新闻 吴中国马力廷彭迪在洛杉矶的采访